导大可以介紹一下ANA 好啦我簡單用兩分鐘好不好 兩分鐘介紹 因為我們今天最後的這個還沒有講出來 對不起 我的ANA卡呢 我喜歡它的原因就是因為 它國內20元10 然後海外10元10 就可以有機領程了 那你現在如果是新辦這張卡片的話 你還可以拿到 就是最高加碼到1萬1千領的這個離場 你只要在核卡之後刷12萬 就可以多拿到5千領的樣子 這total整個加起來就是5千加1千加5千 最高可以拿到1萬1千領 那這張卡片ANA的理想就是 最CP值最高的兌換方式就是 你可以用1萬7千領換台北東京來回的這個機票 經濟商機票 那它不是只能換台北東京 而是可以換台北經由東京到日本的任何一個行點 比如說去北海道 都可以經由東京轉機過去 一樣都只要1萬7千領 淡計1萬7千領 普通計2萬 然後旺計的話就2萬3千領 其實都很不錯 所以這張卡片對我來說就是 你累積旅程的那個門檻很低 累積的回饋率會很高 但那個兌換的門檻也1萬7千領 真的很不錯 如果你要換這個台北商務艙 應該是9萬5千里就可以換到 非常的好 那如果你是要換這個長榮的這個 黃喜貴萬昌去排美美東的話 你要花16萬 這中間就差多少 6萬5千里 差很多吧 對不對 所以如果你要拿這張卡片來刷 累積長榮領程 其實就會變得比較辛苦 所以這個也是一般人就是 都把這張卡片當作主力卡來使用的原因 如果您自己本身喜歡出國旅遊 換機票 喜歡日本航空的服務的話 就可以使用這張卡片來累積